泰山进口的两款葡萄籽油 昨天被卫福部验出含有同叶绿素被迫下架 泰山立刻澄清喊冤 说他们绝对没有更改任何成分 昌华地检署间搜索了泰山的上游进口供应商 维多利亚公司 不过呢他们也立刻发出声明稿喊冤 表示他们是进口原品原装的油 并没有进口原料油 本公司维多利亚食品有限公司 为台湾进口贸易公司 专门进口原品原装的橄榄油 从未进口过原料油来台贩售 更从未进口过葡萄籽油 第二 关于报导所提及 我公司卖葡萄籽油给国内厂商 与事实不符 第三 所有买卖行为均为台湾进口商 与西班牙制造商进行签约及交货 油品品质如有问题 应由西班牙制造厂商维多利亚 Victoria SL 负责与本公司无关 彰化地检署昨天到泰山彰化厂机查 厘清是否有造假和混油的前移 不过并没有查到任何的证据 因为呢彰化卫生局抽验分装进口的葡萄籽油 和进口桶装的原油 都有验出添加同业绿素 并且查出泰山福帽福寿顶心等等 这些被点名参有同业绿素的厂商 都是向西班牙维多利亚公司购买油品 张网卫生局今天会同检调单位 到台中的维多利亚公司调缘贸易资料 来了解卖油给台湾厂商的情形 要彻底了解使用油品 是不是在原产地就已经被毁油